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 找工作的同时也是在寻找人生的方向 工作的乐趣不只在于赚钱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在工作中勇于承担 将压力转换为使命 创造劳动的价值 只要我们保有积极乐观的信念和热情 就能够乐在工作 这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唱艺平台 他们相信只要给孩子机会 就能改变世界 我的手是我的眼 我想看看 一直在我身边的你 谢仲哲是双眼全盲的视障身 他只能靠着声音来认识朋友 在台北市较大副小的同学 打算一起帮他圆梦 小朋友设计的邀请卡感动许多人 大家都参加谢仲哲 摸摸你的脸的活动 周族的年轻人 想要透过田野调查 恢复失传百年的传统歌谣 周族年轻人在部落练唱 还把歌谣转入成手机打铃来传唱出去 小孩子的潜能 其实就是要给他一个环境 让他能够相信说 他可以说出来 很安全地说出来 他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 大家好 我叫张宝胜 我就读师大副中医年级 土瑞士症患者张宝胜 在成长的过程中交不到朋友 最后他刻不障碍 把自己的故事录成影片 送给台湾土瑞士症协会 当上帝关闭你的扇门 他一定会为你开启另外一扇窗 给你更多宇宙不同的才艺 还有更多好的想法及正向的人生观 现在对张宝胜来说 土瑞士症不是疾病 而是人生的必修课 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些故事 都不断地激励着我们 继续地在台湾推广 让孩子自己行动 解决社会问题 能够关怀这个社会的这样子一个精神 一个小创意或一个小点子 只要年轻人愿意行动 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 帮孩子寻找改变的机会 没有想到市张朋友谢仲哲 他最大的愿望 也只是想要摸摸妈妈的脸 而根据我们的了解 土瑞士症的张宝胜 今年录取了清华大学 他立定之下要研究土瑞士症 而给予孩子一个改变自己的机会 就是新闻了 当初你为什么会辞掉了 仍然很呈现的是明星高中的教职 而要选择去挑战一个未知的未来 只是希望能够给其他的孩子 一个改变的机会 当时其实我在就知名高中 有自己的母校教书 那我觉得其实在教书的环境里面 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那我一直都觉得教育 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我发现到 其实身边很多的老师 他们年纪其实 即便都是快要退休的年纪 他们做的事情 其实跟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是差不多的 那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 再多要个几卷 然后再多看看身边的东西 然后把更多 把自己更充实之后 然后再带回来给孩子们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正在迷惘 正在觉得说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刚好透过网路平台的力量 我看到了一场演讲 那那场演讲是从印度的一个 河滨学校的校长 Kieran Beersetti他说的 那他一发 就是他讲的这个演讲 非常的发人深信 那讲完之后 他只告诉我们一个想法就是 其实孩子们都知道 但是他们知道这些东西 知道要简单简单 知道要扶老人家过马路 知道要捐血 但是这些东西 他们如果没有做到 那一切都是白贪 所以知道跟做到中间的距离 知行合一嘛 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画知识为行动 这个距离是我觉得 原来是 这个就是我真的要努力去 米平的一个很大的鸿沟 所以我就在想说 那怎么办才好 那那一位校长他提供了一个平台 叫做Design for Change 它是一个挑战 让孩子们自己透过一些 不同的步骤 然后去改变身边的问题 那就是透过这样的步骤 那我觉得身边的孩子 我就在士大夫中开始 就是走 然后让我的学生们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效果非常的好 我觉得那群孩子 真的是就是天使 每一个都是天使 然后我觉得 在听到他们 他们的分享之后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我要做的事 所以我就把工作就是 就觉得好那没关系 我就放在一边 然后就开始做了 现在就跟一群好朋友 一起推动这件事情 然后在全台湾 推CDFC这个活动 勇于走出的校园去做 很不一样的教育的工作 只要行动的世界 就会不一样 我们看到的新闻 你自己就职明星高中 可以说才就业了一年的时间 你就勇于走一条 很不一样的路 我觉得这个好像 你们这个世代 很多的年轻人 勇于选择挑战 我不晓得陈鞋 你怎么来看 这样的一个现象 有特别是从这个 职场的新鲜人 他们的就业工作的选择 您有什么建议 个人而为的职场的过程 其实我们过去的训练 大概都是好不好 好的工作 好的抬头 好的薪水 但是我们很常问自己 要不要 要不要的意思是说 我的工作 是不是我真的要的 我到底希望能在这个工作里面 奉献十年之后 我之后得到的影响力是什么 比较少 但我觉得也很好的地方是 因为新的世代 有新的教育环境的思维 所以他们有些改变 懂得改变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你们开始知道 会去争取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所以我会蛮鼓励 我们年轻朋友去争取要做 一个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事 那如果每个都这样想的话 其实市场会变得更好的 但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目前职场的状况 是选择很多 其实绝大部分的人 特别是社会新鲜人 你们的选择是太多的时候 往往会觉得很害怕 害怕的结果就是 留在学校越久越好 我们会念很多的书 还有拼命的去交换学生 就不知不觉的三十岁就到了 三十岁到了那个当下 你才发现 原来这一切都不是我所要的时候 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所以反而会鼓励社会新鲜人 在面对这个时间的这个阶段 在找工作的时候 不妨聆听自己的需求 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选择好了以后 就好好执着下去 干个他三年 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决定 您刚刚这么说 我这里也有个统计数字 这是根据的行政院主技处的一个统计 2012年的4月份 15岁到24岁的青年 失业率是11.75% 失业人数大约有十万两千人 但是就业市场当中 求财人数是求职人数的两倍 只要年轻人愿意工作的话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 两个以上的工作机会 那实际的情况 是不是就您所说的 是不是找不到工作 是找不到他自己想要的工作 的确也是 其实在我们人力银行的资料库里面来看 的确现在目前 如果人要求职的状况的话 目前市场是稳定的 也就是说你一份女力表 对于工作机会 大概是1.2个左右的工作机会 但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 自己要做什么 一味地往特定的产业去做 举例行政总部类的工作 他挤破头都要去做 但没有人愿意去做业务职的工作 其实也是造成一些资源 或配置的一些浪费 所以我倒是鼓励年轻朋友 千万不要问自己 到底在学校学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学到这东西 其实都不是职场的重点 重点是企业主可能会在乎你的 到底是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没有专业的态度 愿不愿意负责任 认真问自己这三个问题 其实你这三个问题 如果可以答得很好的时候 其实面对职场 应该都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和挑战 其实年轻人他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 其实事实上也是在选择 他们自己人生的方向 接下来他们要做什么 陈学霓 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到时候给现在年轻人 再一个建议就是 其实我们都会喜欢 在履历表上面歌功颂德 比如说我是当时社团干部 我曾经拿得多好 但是我们不妨在履历表里面 放一两个自己曾经失败过的经验 我觉得失败过的经验 其实是自己通过的时候 那个学习才会最大的 其实企业主也往往透过 你的失败经验来了解 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的学习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鼓励社会的新鲜人 还有所有的年轻朋友 找工作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本来就不轻松 它本来就是会有很多的失败和挫折 但是每一次的失败 你一定要想办法给自己一些学习 而这学习一旦累积出来之后 相信未来每一个都会是自己的职场达人 小事不做大事 南城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 才能够从失败和挫折当中来成长 在桃圆县巴德市京城社区里面就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在制作毕业作品的过程当中 也是乐于承担 愿意为弱势的人付出 也因此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我们可以号召一些志工 油漆 电工 木工 把我们图设计好以后 然后就开始来拆 然后过程中把它拍下来 同学们我们现在要做的重大工程 我们就姑且定位到台湾版的全能住宅改造网 2011年10月 这群大学生为了完成毕业设计 来到桃圆巴德市的京城社区 这是我们这期的社区报 对啊 阿姨我们礼拜日也有活动 明天一定有活动 下午 同学们每个月固定八行社区报 透过拜访邻里和社区营造的工作 一步步走进这群人的生活 你说 吃屋了 双炮将军 你说 人家讲军 人家讲军 我比这大三十九岁 我是八十 八十四年过来 学习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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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生就是说 体力这样渐渐渐渐的 就是说 体力上不行啦 也跟不上他 他出去玩过以后 就是也追不到 他也不给他管 这里原本只是退伍老荣民聚集的社区 随着社会变迁 京城社区 与外配家庭居多 妇女一旦出外工作 家里老的 小的都需要照顾 京城社区它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社区 大部分的居住者都是退伍的老兵 他们的平均年龄都蛮大的 然后他们的小朋友都很小 都有很多隔代教养的问题 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的 大哥哥 大姐姐们 在社区租下一间名宅 利用专场帮这群孩子 打造可以读书与游戏的空间 我们刚开始什么资源都没有 然后我们就是在一间角色上课 然后桌上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也没有计划 也没有那个 然后是开始我们进入这社区以后 然后我们发现这里需要 这里需要投注很多资源 然后我们开始到就是写很多的提案 就是向学校的服务中心申请 这一天社区的老中心三代都动了起来 赶在台风来临前 陈其鹏带着学生帮忙社区长者 翻修年久失修的聚会所 清除堆在屋顶上的棉被 以爬藤植物的绿屋顶遮阴 涂上色彩亮丽的油漆 只花了一天的功夫 这一间社区长者聚会所已焕然一新 有在京城社区工作的这种机会的话 就培养他们一种非常独立学习 独立解决问题的一个人力 那基本上这个在我们平常课堂上 要按照那个教科书教学是学不到的 他必须要从社区里面找去一些 这赤裸裸的很实际的这种生活难题 然后他们一一把它解决 五名年轻人在大学校园里的 最后一堂毕业制作 不再是温室的花朵 他们融入社会底层 从做中学习 从行动中发挥专业 走入人群关怀社会 只要您愿意燃烧自己的热情 就能够打开生命的另外一扇窗 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巴德的金城社区 是一个社会的小缩影 而五位同学几乎把他们毕业制作的时间 全部都投入了社区营造里面了 究竟我想要请教当初同学们 为什么会选定了这么一个 相对的是比较弱势而且封闭的社区呢 其实一开始是一个意外 然后我们本来同学们 其实本来就想要为社会的中下阶层 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可是然后跟刚好那时候老师说 那边好像有些事情发生 那我们要调查一下 然后我们经过我们进去访谈调查 可能知道一些伯伯们他们年纪很大了 然后那些外配妈妈 可能就是常在为工作很辛苦 然后家里小朋友可能很小 然后就需要有人照顾 可是他的爸爸年纪又很大 没办法照顾他们 然后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帮他们 我们就进入这个社区 然后我们最先开始就是 就是我们的儿童配读 我听到你的分享 我也替你非常的欢喜 因为很多的大学生一毕业 有百分之五十一 他是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的 可是你是透过了这样子一个 毕业作品的制作 在透过了付出的行动当中 你看见了别人的需要 也因此确立了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对 像是我们也不见得说 我们完全清楚说我们要做什么 可是至少我们知道 这个社会上不是只有我们 就是其实具有钱人存在的 因为我们设计师 很多人讲是为有钱人做 可是其实中下设计人 还是需要设计 那我们觉得我们至少未来 不要成为一个眼妆 就是只有利益 只有钱的设计师 能够也同时为不同的阶层 做服务这样 老师 像周伟这样子的年轻人 真的我们要给他鼓鼓掌 我是觉得说学校的教育 给他的一个机会 让他知道说要透过了服务 付出这样例行的行动当中 让他有所学习 对 服务学习 现在是基本上在大学教育里头 其实是一个 一直在积极推广的一个概念 那特别是像 我们会看到像很多现在的大学生 其实很多是源自于 中产阶级的家庭 所以从小的部分 可能很多的时候 家里的照顾其实是非常好的 那以我们社工系来说 其实可能跟刚刚周卷的例子很像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 要服务的是社会比较底层的 一些民众 他可能是失业 可能是外配 可能是隔代教养 可能是我们说的老农民 那这些人他的生活经验 跟我们学生的生命经验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所以我们事实上在现在的教育的系统里头 我们都会希望透过学生进到第一线 去跟他的案主产生实际的互动 我觉得那个部分就 祭祀语里头我们会说一句话 就是用心就是专业 有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的专业 它是一个知识 但是知识怎么转化到实际的行动 回过头来的事情是 对于人的一个生命的关怀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在 我们现在大学教育里头 一直希望能够对孩子带来 比较深刻的影响的 所以现在此大理念 我自己带的这个传播系 您带的这个社工系的孩子 他们在大三升大四 或是大四的学期中 都有实习的课程 就是透过了实作来有一个体验 那事实上现在包括了周俊 还有我们所了解到的 很多偶像级的人物 事实上他们也都是勇于 在学艺的成绩的追求之外 去选择一个实作来做学习 对 在这样的一个 刺激跟经验的过程当中 我们事实上可以知道 在他们的学习跟理解 甚至在思辨的能力上面 事实上是会比一般的孩子更好的 所以这样的例子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从操作当中得到一些学习 所以学习的管道 不是只有知识的管道 它其实还有更多 刺激的一些来源 那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 工作在未来的社会里头 它不将只是一个工作 如果你只是为了三餐温饱 而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 其实那是非常辛苦的 你每天在等着上班 等着下班 它就是非常非常地辛苦 它是没有目标的 但是如果可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找到你一生愿意投入的智业 那这样的一个智业 也许不见得帮你带来丰富的财富 但是它却让你的生命是丰富的 所以你一个人的生命 你就会可以影响到 非常多人的生命 其实它也有所学习 对 自己生命的价值 就在别人的需要里 那相对的周俊 是不是也在这一次的 毕业制作的一个过程 付出的行动当中 而早早地就确立了 你自己将来的工作的方向 在未来的目标的时候 并不是一定都那么地确定 可是我们 透过我们这样的付出 这样的学习 我们看到了 就是很多我们 其实拥有的东西 然后我们能够做的东西 从里面看到 然后我们未来做设计的时候 做不同不一样的行业的时候 我们也会 就是多去看别人的需要 然后去决定说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确实是 现在的普遍的 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抗压性很差 配合度差 工作态度也不够好 是职场的新兵 三大地雷 难怪也有五成一的企业 是不愿意进入新鲜人的 但是如果说 能够早早地透过了 付出的行动 来建立起自己正确的价值观 那么选择你所爱的工作 自然就会乐在其中了 老师您说是不是 对 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 在这样的大学的 四年的教育里头 他其实不断地在做 很多很多的尝试 那那个尝试的过程当中 是因为这样的 在成长的经验的教育里头 其实没有给他太多的选择 所以当他进来的时候 他其实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不是他要的 所以曾经还有一个学生 跟我说 他大意很多课被当掉 我问他说 我怎么这么多课被当掉 他回答我说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来到这个系 所以回过头来的事情是 在大学的教育里头 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在 他们进到职场之前 我就有几个能力 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个东西就是 问题解决的能力 他们有没有能力 去解决他面临到的问题 毕竟课本的知识 其实都是过去 累积下来的一个智慧 那智慧很重要 但是回过头来的东西是 当他进到第一线 去工作的时候 社会在改变 环境在改变 整个东西 媒体 资讯都在改变 那在那个状况底下 他遇到困境的时候 他有没有能力 去突破跟改变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 就会是我觉得现在的 年轻人在就业的时候 会先面临到的问题 那第二个东西就是 情绪管理的能力 我们现在的孩子 在很多面临到挫折的时候 他其实情绪的管理 可能不认为 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他可能会认为说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那我不高兴 我就说我不高兴 所以但是事实上 你有你的情绪 别人也有别人的情绪 所以人怎么跟这个环境 共融共存 然后达到双赢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 那第三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 非常核心的能力 就是团队合作的能力 在一个大学的新鲜人 进到职场的时候 其实他要面临 三种不同的对象 一个是比他高的主管 他有没有能力 跟权威者 或在上位者做沟通 他有很多的想法 可能很新 很创意很好 但是重点是 他的主管听不听得懂 然后能不能够理解 然后接纳他的想法 那第二个东西是 他能不能跟同才合作 同才之间的合作 其实常很多时候 是竞争的 然后可能有一些的 意见不合的 但是可能也没有对跟错 但是他们可以找到 一个共同的策略 那第三个方向是 我们会看到 他有需要团队 合作的能力是 他必须要跟他 第一线服务的对象 去做合作 比如说 他可能是一个 生产线上要带 工作 作业员 的一个主管 他有没有办法去理解 这些人在想什么 或者是说像我们 这些的孩子 进到部落里头 或者是弱势的社区里头 去提供服务的时候 他清不清楚 家长在想什么 我们一味的只是要提供客服 但是家长的情绪 或家庭的问题 我们没有去照顾到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一个 困难的所在 所以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可以在 大学生离开校园之前 能够把他的问题解决能力 情绪管理能力 跟他的团队合作能力 都训练好 那这个状况底下的话 他有一个好的工作态度 其实比他有好的工作技能 或有好的工作知识 相对来讲 其实是更重要的 老师您刚刚说到的 这几个项能力的培养 不只是在课堂里面 而且它还是在 一个付出的行动 人我的互动当中 工作的乐趣是在于 愿意奉献与付出 发挥生命的价值 年轻人有梦固然是最美的 但是了解自己 踏实追梦 才能够采绘出 自己的生涯地图 觉醒年代需要您我一起来 我们下周见